美國後任總統特朗普日前打破外交慣例 與臺灣的蔡英文總統通電話引來北京不滿 他的副手彭斯當地星期日在電視節目為特朗普解話 強調兩個人只是禮節性對話 但在同一時間特朗普在社交網站連番發表針對中國的貼文 先指中國令人民幣貶值美國企業難以競爭 反問中方事前有沒有問過美國 再在另一篇貼文問中國在南海擴建軍事設施時又有沒有問過美國 兩篇貼文發表的時間前後相差只有7分鐘 相信是要暗示與蔡英文通電話事前無需問過北京 特朗普未正式就任已經觸發外交風波 北京繼日前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後 外交部在星期一重申 中美保持良好發展關係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 又強調一個中國的原則是各方和中國發展健康關係的政治前提 有學者認為北京方面仍需要時間了解特朗普的對華政策 目前為止中國政府反應相當克制 因為中國政府希望採取謹慎態度進一步觀察 特朗普進一步了解他的將來可能的對華政策意向 希望中美關係在新總統之下能保持基本穩定 內地傳媒報導特朗普沒有想過要在戰略上與中方衝突 因為這不是他的執政抱負 他在競選時也沒有作出過這方面的承諾 但仍要提防的最壞情況是特朗普可能會製造中美間的政治和軍事緊張 要求中方在人民幣匯率等經濟議題上讓步 O&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